8.6 其實看到近期的造車新勢力 譬如蔚來小鵬都很強勢 今天這個下跌 你覺得是一個吸納時機 還是說之前買入了的 都是應該指一指賺會好一點 Thomas 你覺得 可能今天的調整方面是比較大一點 一方面昨天的大市表現都是偏向強勢 今天都是稍微的回吐壓力 另外一個方面隔晚Tesla都是偏遠的 所以對於今天的表現是稍微有一點影響 我覺得如果你看回未來的時候 可能看看有沒有機會再稍微低一點 譬如大概在175-180元之間 才考慮吸納 應該會稍微安全一點 因為你看過圖 升得都比較急 稍微有一些調整也會比較合理 本身月中的時候 都是大概130元附近 現在是180多元 計算升幅來說 其實也很大的 所以回調的幅度 可能稍微深一點才吸納會好一點 你覺得中長線來說 你也是看好這個板塊的 這個板塊絕對是看好的 因為明顯地政策上有一個傾斜系統 但是這個看好可能偏向上會長遠一點 因為按著國家的目標的時候 都是去看一個碳大風和一個碳中和 碳大風就是去到那個時間的時候 碳的排放量就頂點了 不會再高了 就是2030年 至於碳中和的時候 真的全面實行一個綠色環保能源的狀況的時候 就是去到2060年 所以其實現時柴油車是主要碳排放的來源 所以國家肯定地全面地會淘汰所有柴油車 換成新能源汽車 而這個步伐來看的時候 暫時最遲就在2030年要做到 即是距離現在都只有七年多的時間 所以要這樣的狀況來做的話 是對於這個新能源汽車的產業 是會持續地有幾年都扶持 所以這個產業就會值得去看好